几日马依丽与姚晨一同在连云港拍摄的影迷宗 从路透猜测 马依丽饰演的是一名保姆 为都市白领姚晨工作 马依丽为了这个角色 特意揭了一头长发 让自己的形象更接近保姆 与姚晨的实战造型拉开距离 网友拍下演戏时的视频 马依丽显得特别吐气 很多人都不愿意相信 他就是曾经的白领代言人马斯林 看到这个保姆 大家都忍不住发出你是谁的疑问 马依丽的角色仿佛在小区寻找什么 在花园左顾右盼 达的这身打扮确实很像我们身边的保姆 他应该连发型都有参照物 像这个刘海就很有特色 另外一场戏 马依丽抱着姚晨戏中的女儿 她手中还拿着菜篮子 这明显就是一个保姆的日常嘛 还有镜头是推着小孩子在花园散步 马依丽仿佛为了配合角色而没有穿内衣 胸部肥肥肠变平 而在下戏之后 有网友偶遇马依丽到当地餐馆吃火锅 但她没吃多久就很快离去 一边快步走一边打电话 不知道是不是跟家中两个女儿同话呢